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你是穿的黑 凡总是美的 哎呀 好了好了 吃差不多了 吃撑了 身材有道之夫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 我是张露心 看我身旁的这个小家伙 什么梅花路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 在电视里 动物园里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身旁的这个小家伙 他可不是一般的梅花路 他是一个人的宠物 这个人可以说是把他是一手带打 特别的不容易 就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 当然了 我们今天来到这儿 不仅要讲这个人和梅花路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故事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来讲这个人如何利用梅花路 实现了从零到五百万的财富积累 而且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这个传奇的人物到底是谁呢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刘伍玲 你好 你好 刘伍玲 北京九路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从事梅花路养殖三年 这个东西您肯定见过吧 鹿绒 梅花路身上最值钱的部位 就是长在它头顶上的 刘 我觉得这鹿绒就是鹿角吧 这个是鹿角古化以前的 叫做鹿绒 营养含量最高 就是谷化以后就是变成鹿绒角了 鹿角的价值呢 鹿角的价值原来没有跟鹿绒这个小米的 我知道这个是梅花路身上最值钱的部位 那这个鹿绒怎么个卖法啊 像这种一等的鹿绒 我们目前是二十块钱一克 安克嘛 那这一副得多少钱 这一副得再两万块钱吧 这一副要两万块钱 这么多钱呢 对 我刚才这么敲了一下 听 这声音特像空心的 因为这是干的鹿绒 最主要里边呢 含有很多的鹿绒柱和寡胎 它这里边呢 是成蜂窝眼状的 好值钱的鹿绒 正是这小小的鹿绒啊 让当时的老刘呢 是放弃了在外资企业做翻译的这样的工作 而彻底的转行 去搞起了梅花路养殖 也正是因为这小小的鹿绒 让老刘啊 当时是刚刚毕业 一心想赚钱 反而是一下子赔了十几万 2010年9月的一天 刘伍林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从韩国打来的 对方声称急需一批鹿绒 订货量呢 达到了十万多个钱的 相比于第一次合作呢 做这个声音 我感觉这是一个一笔大的订单 当时也很高兴 刘伍林对这个新客户格外上心 对这笔大订单也格外在意 为了不耽误发货 老刘直接给长春的一家路容供货商打了电话 要求马上发货 直发韩国 预计呢 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来讲 如果出货到韩国的话 可以赚到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利润 货一发出 刘伍林就开始盘算着自己的收益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 急于要货的韩国人 在收到货之后 却突然不要了 说这批货物啊 存在质量问题 说让我呢 把货呢 退回去 如果说这批鹿绒 真的存在质量问题 对方必须拿出证据才行 直到韩国客户 把到货鹿绒的照片发过来 刘伍林才真的慌了神 整体的成品呢 切开来之后呢 发给我之后 我发现确实是 存在质量问题的 这批货大约二十多公斤 都是没有切开的整支干鹿绒 获到之后 韩国客户把鹿绒切片 才发现了问题 正常的好的鹿绒 应该生长周期呢 比较短的 大概在四十多天 随着时间的这个 生长时间延长 它这个鹿绒啊 会出现 逐渐的骨化 老化 和营养含量的降低 由于我们有亲自过去 去给它挑选 所以厂家呢 自己发的那种 都是比较劣质的 不同等级的鹿绒 价格相差选输 如果是整支鹿绒 从外观上 很难区分有脸 非专业人士 几乎无从分辨 只有在切片之后 才能看出其中的差别 那我手上这两份 都是鹿绒切片 一眼看上去 非常大的差别 颜色差别非常大 这个呢 特别像紫薯片 这个特别像白薯片 老刘告诉我说 这两种啊 价格差别也非常大 这个红色一些的呢 价格是这白色的 三倍 甚至还要多 为什么同样是切片 价格会差别这么大呢 还是得问问 老刘 专家 老刘 你等我说一下 就是这两种 到底有哪些差别呢 不都是鹿绒切片吗 对 都是鹿绒切片 但您看到的这种红色的 这属于是带血的鹿绒片 带血 对 这种呢 白色呢 属于是排血的鹿绒片 就把一部分的鹿绒血 已经排掉了 那就是这个 为什么会有排血 和不排血的区别呢 因为排血与不排血呢 最主要是 根据人的这个服用的口味啊 有些不一样 你像含血的这种呢 它的虽然营养含量要很高 要高于这个 白色的排血的这种 但是呢 它这个血腥味啊 浮用起来的时候 比较重一些 是吗 我闻一下 真是 这个带血的闻起来 有点像烤鱼片的那种腥味 对 这个有点淡淡的 像发麻兹维酱的味道 对 那这两种营养成分差别 也会非常大是吧 对 像那个排血的这种呢 它的营养含量呢 只有是含血的 鹿绒片的这种 三分之一左右 这次订货的韩国客户 是专门从事 陆产品深加工的情因 对鹿绒的品质要求很高 他们需要含血的鹿绒 可对方发过来的 却是排血鹿绒 出现了这样一次 充滞的质量问题 除了退货 没有别的办法 刘武林试图找供货商 协商解决 可是对方 失口否认 在鹿绒上做了手脚 所以这个单 只能刘武林自己来买 这个订单的失败 也让我感触很多 了解到 其实想做一门生意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可以一心即用 原来刘武林所做的 这单陆产品出口代理生意 是平时工作之余的兼职 当时的它还有一个 让很多年轻人羡慕的职业 韩资企业的翻译 2008年 在韩国留学六年的刘武林 回到北京 顺利成章地 进入了一家韩资企业 做起了小白领 收入丰厚 生活稳定 依次偶然的机会 让不安分的他 开始有了赚外快的想法 有个同事 他想给朋友 韩国的朋友 带点礼品 准备到韩国去给带点礼品 托我从老家给他带两副鹿绒 同事之所以托刘武林买鹿绒 是因为刘武林的老家在吉林长春 那里是养殖梅花鹿的库乡 自然有大量的鹿产品销售 按照朋友委托 刘武林托亲戚买了两副鹿绒送给同事 给送到朋友之后 朋友那边很喜欢 认为这个产品的 认为这个鹿绒的质量 还有营养各个方面 都批他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鹿绒 各个方面的品质要优良 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所以说他们准备 让我再给多代几副鹿绒过去 朋友的话 让细心的刘武林 从中得到了很多信息 他结合自己在韩国六年的留学经验 开始对鹿绒 这个自己以前从没有留意过的东西 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韩国人对鹿产品是相当认可的 因为他们对制补品 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服用 特别是像鹿产品这种 有机的绿色的天然的一种保健制补品 所以说很受韩国人的欢迎 由于养殖成本太高 韩国市场上的鹿绒 通常是其他国家进口而来 中国的鹿绒 如果出口到韩国 价格会翻一倍 利润空间极大 想到自己的老家长春 正是养殖梅花鹿的故乡 自己又有在韩国六年的留学经历 刘武林一下子看到了 这当中有功有求的商机 很快 他开始联系韩国的朋友 做起了代理鹿产品 出口韩国的副业 当中也出现过一些小的问题 像是货物的数量 还有质量 还有发货的日期 直到这一次 产品质量出现了 一次充好的严重问题 为此还搭上了十几万的损失之后 刘武林才开始对自己的工作 有了一次新的考量 如果这个鹿产品这个生意 全身心的去投入 把它做好的话 肯定要比在韩子企业 或者外资工作的话 收入要高得很多 看准了这个相机 刘武林瞒着妻子 毅然辞去了外企的工作 开始在北京郊区 选址建鹿场 鹿场的选址建设 包括鹿总的眼镜 每天都忙得很晚 每天都回到家的时候 都很晚的时候 实在是忙不住了 后来跟爱人 把事情说出来了 我当时真的是特生气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一不理解 我就是怎么好地工作 然后你突然办养殖 然后我就不高兴 妻子的反对 早在刘武林的意料之中 可是她要做的事情 没有谁能拦得住 2010年年初 刘武林投资100多万 在北京通州 租地100多亩 办起了一个梅花路养殖基地 看我身旁的这个梅花路 它是怀孕已经四个多月了 因为怀孕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暂时还没有显怀 那在2010年的时候 刘武林从外地 引进了80头梅花路 其中有50头 是已经怀有身孕的母路 在刘武林看来 这些家伙的肚子里装的可不仅仅是一个一个小生命 更是自己养殖梅花路的所有希望和信心 为此刘武林是特意到长春的去报了一个学习班 去认认真真的学习了三个月 可是她万万都没有想到 虽然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 但是当有一些问题 一旦真的发生了 碰上了 她只能束手无策 感觉着急 当时我正在接一个电话 忽然厂里的饲养人员跑过来 和我说 有一头鹿 有一头母鹿出现了一些症状 出现状况的这头母鹿正在经历分娩 正常应该在20分钟产下角鹿 可是这只母鹿已经痛苦挣扎了一个小时 当时这个母鹿也是呼吸急促 始终这个肚子在死进 它的尾部露出了两个小蹄子 但是始终小鹿生不下来 刘武林知道母鹿一定是难产 究竟该怎么办呢 那是她人生第一次迎接小生命的诞生 那种紧张和焦虑 刘武林以前从没有过 除了注射催产针 刘武林一点办法都没有 母鹿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催产针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小鹿还是生不下来 不到半个小时 让刘武林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的 后来这个母鹿和这个小鹿 都难产死掉了 刘武林没有想到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 在接下来的几天 有几头母鹿也开始陆续出现了难产的征兆 面对他们 刘武林同样出了焦虑 只能束手无策 陆陆续地又死亡了几头 当时真的很害怕了 很担心这个 由于进来的都是怀孕的母鹿 会不会都出现这种情况 一次难产就是两条生命 如果再这样任其发展 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武林赶紧从东北农科院 请来了一位专家 给予指导 专家到了之后 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你这个鹿胃的有点过肥了 由于营养过剩 普遍的都是造成了 这个小鹿的胎儿过大 陆陆续续地才出现了 这个难产的征兆 按照专家的指导 老刘赶紧调整了饲料的配底 难产的情况逐渐得到控制 十几头母鹿都因为难产母子双亡 刘武林的心情非常沉重 在这次危机中 只有一头小鹿 在鹿妈妈去世之后幸存下来 它也就成了当时刘武林 唯一的心理安慰 可是刚刚出生的这只小鹿 谁来照顾呢 在喂奶的时候呢 也并不知道怎么来吃奶 所以说我呢 动作上可能有点出乳 当时呢 我爱人呢 看到这种情况就把我推开了 说对待这个小鹿 还是我来吧 刘武林没有想到 对辞职办养殖场这件事 一直耿耿于怀的妻子 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给予帮助 虽然当时还没有做母亲的经验 但是对待小鹿 妻子王小燕 很快就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 由于小鹿的这个消化精能呢 并不是很健全 所以说呢 不能够自主排泄 也需要呢 人工的帮助它进行排泄 所以说这个工作也是 蛮脏和累的 但是我爱人呢 每天呢 都坚持着在这个小鹿里来喂养 这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觉得一定要在我手里面 一定要好好地让它长大 在第一年的时候 可以说养殖场并没有太多的盈利 但是呢 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 刘武林却是果断地扩大了 养殖场的养殖规模 并且他还运用上了自己 最擅长的生财之道 营销 于是啊 这一发不可收拾 三年五百万的财富神话 就这样实现了 那刘武林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出口贸易走向正规 因为疏漏损失惨重 全部加到一起的话 损失了就八十多万 诚信营销走向国际 广结财源再创奇迹 2013年我们出口韩国 东南亚等国家的陆荣 进产值呢 已经达到了三百八十多万 广告之后 敬请收看本期 生财有道 2011年 老刘再次投资五十万 引进五十多头种路 并对养殖场进行了扩建和改造 家里进了新成员 口粮就得备得足足的 到了冬天 刘武林开始加大饲料的进货量 为梅花露备足了过冬的粮食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问题 也随之而来 忽然有一天 也是饲养人员跑过来 跟我说有一头鹿 倒在地上 起不来了 口吐白沫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这只梅花鹿就倒地而死 怎么会没有任何征兆的 突然猝死呢 通过对死亡特征的分析 养殖场的技术人员 给予了这样的推测 口吐白沫 还有它这个不反锁 包括它这个肚子胀得比较大 但是我们初步判断 应该是中毒 都是正常喂养 都是平时常吃的食物 怎么会中毒呢 就在刘武林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了 又有两条鹿呢 出现了这种情况 当时我真的很害怕了 刘武林赶紧找到了防疫站 防疫站的化验结果显示 这几只梅花鹿的确是中毒而死 如果确定是中毒 一定还是饲料的问题 这次刘武林决定对饲料 进行一次好好地筛查 发现了这个饲料呢 从外观上呢 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状 但是呢 把这个饲料啊 掰开来之后呢 发现里边呢 都已经有的没变了 这个鹿啊 表情也比较胖 它吃的比较多 所以说它这个毒素 达到一定状态的时候 导致它死 原来是饲料内部发生了煤变 虽然这一次损失不太大 但是刘武林觉得 想要保证饲料安全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2年 刘武林用租来的地 建了一个100多亩的种植场 自己种植牧絮草 作为清除饲料 喂养这些梅花鹿 此时的刘武林 在养殖技术上 已经比较成熟 接下来 他要把重点 放在鹿绒的出口销售上 进行大批量的输出的时候 就需要比较正规化的 找到正规的 进出贸易公司之类的 进行合作 刘武林找到了广东一家 进出口贸易公司进行合作 对方主要负责 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手续 以及物流运输 和贸易公司合作不久 老刘就接到了一笔大订单 当时呢 进货量在100多万 100多万的订单 来自于一个韩国的新客户 刘武林亲自挑选了 品质极优的鹿绒 发给进出口贸易公司 经海陆运往韩国 可是货一到 要求退货电话 就打了过来 当时呢 很惊讶 因为货呢 都是咱们自己的路长 所产出的鹿绒 无论从质量上 品级上 都达到了对方 所要求的标准 甚至更高 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了 自己亲自挑选的鹿绒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等对方把收到的 鹿绒照片发过来的时候 刘武林傻眼了 照片发过来之后呢 发现这鹿绒啊 都已经膨胀 就是流出了 很多的这个血水 鹿绒怎么会在 短短三天就变质了呢 刘武林赶紧联系 负责物流运输的贸易公司 后来发现呢 在由于进出口贸易公司啊 它也是为了 节省这个运输的成本 当时呢 把我们这个干的鹿绒啊 和他们的一些水产品啊 海鲜之类的 都放到了一起进行运输 后来呢 由于 由于它那个水产品呢 出现了融化的这个情况 把我们这个鹿绒呢 都给浸泡 找到了原因 刘武林赶紧和韩国客户 进行了深度沟通 并同意把货无条件退回 可是这一百多万的损失 谁来承担呢 由于刘武林和贸易公司 在合同上 并没有对运输的相关事宜 有详细约定 最后 贸易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不过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韩国客商 通过这件事 看到了刘武林的诚信 和勇于担当 又重新订购了一百多万的鹿绒 并表示 愿意与刘武林 长期合作 此后 刘武林对鹿绒的出口运输 也有了严格的把关 这个运输费用呢 任何由我们来承担 一定要保证这个单独的后柜 进行专门的运输 虽然自己的产品主要出口韩国 但是刘武林了解到 目前韩国的鹿绒 还是以俄罗斯进口为主 为了继续推广中国的鹿产品 开发更大的国际市场 刘武林开始参加 各种国际型鹿产品交流会 寻求多方合作 这些什么材质啊 这是鹿骨 这是驼鹿的鹿角 驼鹿的鹿角 对 好硬好硬 对好硬 老刘 你这儿没养驼鹿啊 哪来的驼鹿的鹿角 这些驼鹿的鹿角呢 都是我们从新西兰和挪威 有合作的客户 给他们进行工艺品的代加工 是因为这鹿角比较大是吗 对 是我身后这个吗 对 就是这种 这个就是驼鹿的鹿角 这个是梅花鹿的 对 这个是梅花鹿的鹿角 对对对 这个平方面具差的很大 对对 比较适合做工艺品 对 你大概做这一个 要是市场上卖 能卖多少钱 这个加工好的工艺品之后呢 这一块可以达到六七千块钱 六七千呢 对 因为这个是国内仅有的 你现在可以啊 你看啊 这个深加工产品 吃的 喝的 用的 以及到这个工艺品加工了 嗯 零到五百万的财富积累 使用了三年的时间 非常棒了 那你跟我说一下 你这五百万都是纯利润吗 嗯 基本上都纯利润了 那这五百万当中的构成是怎么样的 主要是以鹿绒产量这块为主的 嗯 以2013年为例 2013年我们出口韩国 东南亚等国家的鹿绒 净产值呢 已经达到了三百八十多万 哦 鹿绒这一块有三百八十多万 对对对对 那其他的比如鹿酒啊 还有工艺品加工这一块呢 嗯 像其他的工艺品的加工啊 还有那个鹿酒系列啊 鹿产品的一个生加工系列呢 呃 今天我要尝一下古时候 只有皇上才能够享用到的美味 鹿绒汤八珍之一 看看这颜色搭配的多漂亮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哇 鲜美 真的非常的鲜美 回味呢是甘甜的感觉 而且这汤呢 比较清淡 但是还带着特别香的鹿肉的香味 非常棒 那刘武林啊告诉我们说 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 大家对于鹿产品的认知和认可 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这一个项目上面的商机呢 还是非常非常广阔 可以挖掘的 而这也正是刘武林他辞职三年 一直在坚持这个行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刘武林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言谈的人 可是从他的眼睛上 我们可以看见 套路的是敏锐和坚定 而这一点呢 也正是说明 他是一个情商财商非常高的人 也注定了他可以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 做起了五百万的财富 那相信在未来的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时间之内 刘武林一定会用他自己的方式 来获得更多的商机和市场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还是那句老话 养殖有风险 保持续谨慎 我是张鲁星 下期再见吧 他是一个地道的东北汉子 为何来到西北养鱼 航行已经落到四块 四块钱的时候 大年三十 老父亲为何大发脾气 气就把猪儿给揍了 高长城从东北到西北 怎样成为养鱼高手 年入百万 敬请收看明天的生财有道 来讲明天的生财 acked 施生财 嘗嘗嘗嘗嘗 ¿ 对 证